中国质量新闻网讯 今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2018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 金牌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018年中国品牌价值榜新公领域前50强 排名第13位为迎接第二个中国品牌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在上海举办了 2018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 继第二届中国品牌发展论坛 会上发布了能源 轻功 纺织服装等领域的前50牌行榜 据悉 本次参加评价的企业 达到1346家 活动共发布718个品牌的品牌价值 其中 在酒水行业 符合评价条件的餐品企业共34家 品牌式企业的财富 凝聚了企业的技术 创新 品质 文化 荣誉等丰富内行 今年来 鼓励加强品牌培育 提供 优质供给 提高中国制造含金量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以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作为保健酒行业领军企业 锦牌以科技 品质和健康为主要抓手 科技品牌建设的主要内涵 以技术创新引领品牌建设和发展 运用中药数字提取技术 固台把销取 扭九星工艺 大力推进机械化 自动化 智能化 信息化建设 以现代科技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改善产品品质 以满足人民日 亦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公司先后获得中国最具价值500强企业 中国新工业百强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89158计划示范企业的荣誉称号 同时保健酒智能制造项目 入位2016年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 科华林 责任编辑